哈囉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們每週二晚上的 政治讀心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戴偉山 好久不見 我們今天要來到了一位特別來賓 比百萬網紅還要紅 你看我今天穿著紅色的衣服就知道 他真的很紅 來自我們南台灣的立法委員 鍾嘉賓 嗨 大家好 其實我是名字很紅啦 因為各位嘉賓 你到什麼地方都會聽到我的名字 歡迎我們的嘉賓上台 一直聽到自己的名字這樣子 所以我上台都說 台上台下都是貴賓 只有我以為是嘉賓 哇 我真的很幽默 我其實前一陣子 在台北的街頭上看到了 一次是你的看板 下了我一大票 是喔 原來不是鍾嘉賓是鍾嘉賓 哇 真的很像我 對 有人跟你說 你是跑來選台北啊 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應該會長得比較帥 對對對 好 這個是百萬網紅鍾嘉賓 他就是在代言一個很知名的火鍋 然後他也是弄這個競選的看板 他說他是吃鍋進步檔 然後雅亮吃鍋支持嘉賓 所以這個廣告其實那時候有引起一番討論 所以委員想要跟你聊聊 既然提到火鍋 每個人都在吃火鍋 是 你喜歡吃火鍋嗎 我太太很喜歡吃火鍋 那你自己呢 我配合我太太 這個愛太太很棒 因為他是新北市的人 哪裡 新北 他現在老家租過三重搬到五谷 不過現在娘家啦 他來到我們屏東的時候 他說 我發現你們南部很喜歡吃火鍋 怎麼說 他說天氣這麼熱 大家在那個開的冷氣很強的店裡面吃火鍋 不然的話呢 就是在外面的雙丁場 你聽過雙丁場 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是像夜市在戶外 對 那種小椅子 蹲在那邊 石頭火鍋 大家坐一圈 當他 我以前好像沒有注意到說 我們屏東人很喜歡大熱天吃火鍋 因為火鍋好像是冬天的廣告 對啊 後來我發現其實是他喜歡吃火鍋 他才會注意到呢 我們屏東人都在大熱天吃火鍋 好特別喔 對啊屏東這個溫度應該比台北還要熱 是啊 所以吃火鍋很過癮 就拼命的流汗 反正那種解暑的方法就對了 好 委員長要問你一下 吃火鍋的妹妹咖咖咖 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很多大家都吃火鍋嘛 很不喜歡加芋頭 你吃火鍋你會加芋頭嗎 會啊 因為我們屏東產芋頭啊 高速的芋頭 全台灣的產量這樣一半 欸 好 委員長我跟你不一樣 我不喜歡芋頭放在火鍋裡面 會灼啊 湯會灼 所以我絕對不要跟你一起吃火鍋 最後再放就好啦 而且你那個芋頭要炸過的 炸過的 對 就炸過芋頭才能放火鍋料裡面 它才不會散掉是不是 不是 它比較不會 因為芋頭要煮到爛不容易 對 炸過之後比較酥 你放到湯裡面很快就熟了 它其實算半熟的 了解 好委員 那你這個沾醬你會加香菜嗎 你是香菜控嗎 欸 我什麼都加 什麼都加 什麼蒜頭啦 什麼蔥末啦 薑末啦 欸 有人怕吃香菜 我是絕對不會 因為我還喜歡吃那個豬血糕 上面厚厚的花生粉 然後再放香菜 哇這跟委員 我也跟他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兩個真的不容易吃過 奇怪我很好奇 為什麼有人會對香菜很過敏 就是它有一個味道啊 就太香了 好 好 對 對 聽說這個屏東的火鍋 還會加鳳梨喔 有這種東西嗎 因為我們有 有鳳梨 因為我們屏東也產鳳梨 那屏東的鳳梨呢 大概是南台灣 全台灣最早出產登場的 所以我們的鳳梨加工品很多 對 所以呢我們那個鳳梨是 鳳梨醃鳳梨的醬 鳳梨醬 所以你可能講的是兩種啦 一種是火鍋裡面 好像把鳳梨切片放進去 另外一種是我們的問療 是鳳梨醬 對了 就是那個問療 因為其實每個地方 吃的那個蘸醬都不太一樣 對 你可能講的是鳳梨醬 好 沒問題 好 委員 下次你來我請你到屏東夜市 吃星圓火鍋 好 大概觀光客來到我們屏東市 去逛夜市 一定要到這一家 它有什麼特別的嗎 它的肉 肉非常的鮮嫩 尤其是牛肉 你應該不是伊斯蘭教徒吧 不是 我超愛吃牛肉 不過他們是可以吃牛肉的 是佛教徒啦 對 他們不能吃豬肉 所以它是溫體牛嗎 應該是 對 所以溫體牛在我們南台灣 尤其在屏東 是很大的銷售市場 是 好 所以大家就習慣性 要去那家吃 然後帶著朋友一起去吃那家的鍋 帶朋友去 就是如果你有朋友從屏東外地來 那想知道屏東招待什麼呢 去那裡呢 保證你的朋友會很開心 哈哈 好 那我們就要相約一起吃鍋 因為我也答應委員要在9月16號的時候 我要相約幫他助選 助獎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就要順便去吃到這個屏東厲害的火鍋 是 那天你就好好的表現了 信賴台灣讓我們的賴總統 能夠全場 非常的興奮 對 好 因為我知道你的選區其實 因為你現在是在競選第三屆的連任嘛 是 但是我發現你前兩次的選區其實 範圍面積不太一樣 對 因為後來屏東就是選區重新劃分 本來是三個選區 後來合併成兩個 對 選區從本來是以屏東市為主 然後加上這個萬丹 然後再加上一個地方 對 然後現在變成半個 其實還是蠻大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特別 你真的很愛屏東 你屏東人出身嘛 對 你有做一個 是 我小學 國中高中都在屏東念的 喔 OK 對 所以就是你對屏東很有感情 所以我知道你特別為了屏東 做了一系列的名片 你想要去宣傳家鄉 是喔 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一下 好 來 馬上都有準備了 大家可以看 來 這個 看得到嗎 這個 我一個一個解釋 來 我拿個筆 這個是我們客家的 在五溝水 那我有兩個版本 這是客家的祠堂 祠堂 對 就是我們宗廟 然後呢 這當然大家不用講 在鵝鵑鼻 墾丁的 鵝鵑鼻的燈塔 那這個呢 另外一個知名的景點是在東港 那這個東港是開河橋 那個橋板可以拉開來 從大鵬灣 帆船可以出港 那這個在屏東市 這是自行車的專用橋 在屏東市的萬年溪 橫跨的萬年溪 那我每一個都做 兩種不同的版本 那這個呢 也在屏東市 我想呢 大家都覺得高雄市 它的總圖很漂亮 對 其實呢最近呢 被我們屏東的總圖也媲美啦 不要說超越啦 它是不是在一個公園裡面 然後被樹包圍在那邊 一個很漂亮的圖書館 沒錯沒錯 其實雖然不像高雄的總圖那麼大 但是呢因為周邊呢 有游泳池啦 有運動中心啦 有很多的樹 它本來在一個公園當中 所以那個氣氛非常的好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的原住民的琉璃珠 我做了男版跟女版的琉璃珠 那大概這樣一套呢 十二張 集滿呢可以來跟我換一杯咖啡 那怎麼樣可以收集到這十二張名片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撇步 有啊有啊 因為有人常說 這個中間變得記憶不好耶 每次都跟他換名片 所以你只要看到我說 你好我是誰 那我一定是反射動作 喔是是是趕快給你 所以呢我用這一步說 你看到我 不管之前有沒有見過面 趕快掏名片就對了 因為你要給我一張名片 我一定回你一張名片 但是十二區你有特別說 比如說在哪一個地方發哪一張嗎 沒有啊 還是什麼場合發哪一張 因為整個評論我都介紹啊 你看這裡面從北到南 從海到山都有啊 從都市到鄉下都有 對 所以這個 但是人家對我這個名片 這個實體的名片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好漂亮喔 實體的名片 人家都覺得說 你這是悠遊卡嗎 什麼時候出新的那個悠遊卡 真的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弄成悠遊卡 你可以做那個競選小物啊 對啊 那有人說這個 這個是不是什麼捷運卡 捷運卡 那有人說你去哪裡啊 房卡這麼多 對 好像是去外國旅遊的房卡 所以當時這個設計是為了要推廣屏東的景點嗎 你怎麼選出之前 因為屏東可以玩的實在太多了 像我高雄人 我其實小時候常常去墾丁 我那對屏東的概念就是墾丁 很多人對屏東的印象是墾丁 對 曾經我在台北當國會助理一段時間 那有同事後來轉到媒體服務 就當記者 對 那因此呢他有一次呢 有一些台北的記者朋友 跟著中央部會到南部考察 那時候我在屏東縣政府當副縣長 還是當機要秘書 我忘了 反正呢我在屏東縣政府上班 他就很興奮打來 他在中午的時候 說哎呀嘉賓啊 我們今天哪個部會啊 我們是跑線的記者嗎 他們要去考察在墾丁 我們大概幾點的時候呢 我們會到 那你在縣政府下班了嘛 那你過來 我們去喝喝咖啡 我在心想 我縣政府五點半下班 你下午五點check in 我要兩個小時後才能跟你見面 你有沒有搞錯啊 他們不曉得 屏東縣政府這麼在這裡 墾丁在這裡 所以你要我從這裡到那裡 大概不要超速司法單 也要兩個小時 他們都以為 屏東人就是住在墾丁附近 對 真的 而且以前的這個道路 其實沒有這麼好對不對 我記得是民營黨的時候 把這個道路建置好 所以反而速度有變快了 以前我從高雄 從我們家到墾丁 大概要開三個多小時 現在好像兩個小時就到了 其實除了硬體的品質提升之外 還有我們管理的技術也精進了 因為過去最常在仿寮這邊 有個三叉路會塞車 對 所以我們一直要解決這個 在假日的流量特別大 所以以前在仿寮的鄉親 他們在這個水底寮的地方 他們都很可憐 因為他的村是被平和公路隔成兩邊 過個馬路去買包煙 要回來的時候煙都抽完了 可以說明一下在哪裡嗎 在這裡 可能他們說最長的秒數 開玩笑說有最長的秒數 超過20分鐘 你要等個紅綠燈交通管制 要等20分鐘 對 你好不容易到對面買包煙 然後要再走回來 還沒走回來 煙已經抽掉半包了 好 這就是屏東跟台北的不同之處就對了 在這個管理上面 過去其實沒有 不過那是過去了 現在當然交通改善很多了 好 委員 那你可以推薦一下 你在屏東這麼久了 除了屏東之外還有哪裡 你覺得是值得大家去玩的景點 不會讓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幾年屏東 其實各項的 算是Festival 就很多節日 是 我覺得都很不錯 像你們什麼盜浪節啊 我覺得屏東其實現在有被看到 那在你的選區 你有沒有什麼要推薦讓我們知道的 你這樣說我很為難 就像人家問媽媽說 你哪個小孩最可愛最漂亮 人家說每個都好可愛 每個都好漂亮 我很難講對不對 但是呢 他說你喜歡你愛他就可愛 所以我覺得來屏東旅遊啊 其實到處都很好玩 對 重點是跟隊的人去玩 人家說旅遊會愉快會好玩 所以跟隊的遊伴 然後呢你就會覺得很盡興 好那如果跟隊的遊伴呢 其實我在 其實不要說是平北啦 這樣太局限了嘛 我們屏東的大概是全台灣 在縣市級以下 對 鄉鎮公鄉鎮公這個轄區 是最多的 對 我們有33個鄉鎮 那我記得好像 新北市的話 好像才27個 對我們才27個 29個 29 29我們33 那如果我們不算縣市合併 不要把台南那個縣市合併 算進去的話 屏東縣是全台灣 下級的這個地方政府最多的 我們總共有33個 那我的選區呢 佔了11個 對 其中3個原住民鄉 8個平地鄉 南區呢有22個鄉 然後鄉鎮 然後呢一個離島 然後呢 好還有5個原住民鄉 所以你看看我們屏東 唉如果要參選 真的只有 只有平地原住民 跟三地原住民的候選人 跟我們可以媲美 因為平原跟三原他們的選區 跟總統一樣大 喔對 因為他去全台灣嘛 全國跑偷偷 對 不過你們的選區真的很大 就像我們在都會去選舉 因為板橋就比較小嘛 我有點難以想像 在這個地方要怎麼經營 有我陪你找過街 車掃 對 幾乎你們在車上可以 看到人家 在那個旗樓底下 還有一個彎下 還有跟他打招呼 對 我有看到很親切 沿路都是人 對 欸現在有這張照片 真的就是 我原來 這還是這個疫情期間 來這個福中站 陪我騎腳踏車掃街 是是是 對很謝謝委員 不過你那時候想出騎腳踏車 這個很棒 因為腳踏車跟人的距離很近 你速度慢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你很清楚 對 在屏東就不行 屏東人家都吉普車吧 屏東騎腳踏車也可以 看你選什麼 哈哈哈哈 好 好委員 因為我們其實對於屏東的想法 跟印象應該就是農業啦 就跟農業縣市 你剛剛有提到說種了很多鳳梨啊 然後芋頭也是產量最多的 有一半都產至這裡 那所以大家對於這邊的印象 好像就是一個農業大限 可是實際上我們也知道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新的科技產業好像出現了 是的 有個叫太空產業 是 天啊台灣現在是要飛到外太空去了嗎 我們是火箭產業嗎 是 我知道您在國會也有一個 這個台灣太空產業發展的一個 跟國際上交流的一個聯盟 然後你還是會長 是 對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談談 為什麼屏東竟然會有太空產業 這個東西未來科技會走向哪裡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台北有人說鄉下有鄉下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屏東這麼一個地方 應該是落後的農村 怎麼可以有太空產業呢 其實大家把太空產業想像的太 太單一了 你可能想說要去火星啊 不是 不是 我們要講的太空產業 對台灣來講 就是低軌道的通訊衛星 因為我們知道特斯拉的創辦人馬斯特 那馬斯特他現在有一個 Starlink對不對 那他的星鏈 他就是簡單講 我們現在用手機 對 那手機是靠基地台 基地台有覆蓋的死角 沙漠大海沒有訊號 所以你把基地台放到低軌道上的衛星 那就覆蓋成全球 所以以後呢 在這樣星鏈這樣的通訊衛星 覆蓋之下呢 未來啊我們人跟人的通訊 就完全沒有死角 但是重點是 你這個低軌道太空飛 要幾多少顆呢 基於說要佈滿至少要一萬五千顆 你說光台灣需要 不是全球 要佈滿一萬五千顆 一顆衛星大概可以用三年到五年 對 那你想想看那一年大概要發射 大概三千到五千顆衛星 才能替換 好 那這麼多的衛星 那一定是怎樣 要用火箭送上去 對 而且呢還要把不用的收回來 不然天空都是太空垃圾 就是垃圾 所以你可以把未來的太空火箭 運到大概五六百公里高的這種火箭 你可以把它想想什麼 想想成天梯 對 我們的電梯一樣 把這個火箭放在電梯裡面 上去了 把不要的收下來 下來了 那這上上下下的火箭 要在哪裡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在屏東 全世界目前大概可以發射火箭的地點 大概有十二個 那它大部分都集中在赤道的附近 為什麼 為什麼 奇怪 這就是科普一下 對科普一下 我們的地球 地球呢 等一下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先留言跟我們講一下 看看我們有沒有科技人才在看我們的節目 對 好 因為我們的地球呢有自轉 對 那自轉我們是從西向東轉 對不對 逆時鐘轉 沒有 逆時鐘看起來 應該從西向東上比較精確 因為你要從北半球看還是從南半球看 對 從西向東轉 那因此呢 因為如果我這個火箭要射到土星火星的 那個火箭很大 但是呢 我只要到五六百公里的高空 我火箭不會用很大 那火箭不大 就表示什麼 它的燃料用的少 那它更需要什麼 推進去 推進去 就像我們跑四百接力一樣 我看到焦棒跟連碩 你要先助跑 所以呢 地球的自轉 可以幫助火箭在脫離地心引力的過程當中 有些幫忙 所以火箭一定要利用在赤道的離行力最強 對 它把火箭幫幫甩出去 而且要從西向東發射 是 所以一般火箭發射地點呢 如果是在赤道附近的話 一定是這樣 靠近赤道 第二個 東邊是海 因為你發射上去之後 火箭如果不回收 掉下來就到海上 不會傷害到一般的人 對 所以在日本就要中之島 對 在美國在佛羅里達 在歐盟呢 亞利安火箭呢 是在 南美洲的東北邊的那個法屬蓋亞納 對 所以大概除了俄羅斯之外 大概都是選擇 那台灣這樣講一講好了 台灣有沒有靠近赤道 很近 有很近 最近的地方哪裡 屏東 對 屏東的東邊面海的是哪裡 滿洲 所以有人說滿洲啊 屏東的滿洲鄉 或者是台東 大大五鄉的 你看這就在我們的旭海 你看這個火箭 這是一個炭空火箭 它目前在使用 我要先講旭海以前 在我小時候 應該在我現在的印象 旭海就是一個看日落的地方 是不是 還是看日出 看日落可以啦 因為它在西邊嘛 對對對 然後原來現在可以發射 對不起它在東邊 所以你要看日出 看日出 對不是看日落 所以現在可以發射火箭 是的 好 這裡還有一個太空基地啊 中科院的啊 我們有個九棚 所以每次呢有一個說 無限高的飛彈試射 就在我們屏東 九棚 中科院的飛彈試射基地 所以會選擇那裡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 這是我們射出來的 第一個火箭嗎 這個是屬於 洋民交通洋民大學 他們要去 因為火箭呢 它不能只有一截 如果你是打飛彈 飛彈打出去 你不要回收 對不對 能夠用固態火箭燃料呢 推進到你的目標 打到就可以了 但是呢 要運送衛星的火箭呢 像特斯拉 不像馬斯克 他們的這個太空公司呢 他就想 我這個火箭 如果每次用掉了 就作廢了 那非常貴 就像如果你去 這是去美國對不對 對 那如果那一家波音787 你們佔你們300個人 用一趟就報廢 你機票一定買不起 對 一定買不起 所以要重複使用 對 所以未來的火箭呢 要能夠重複使用 那這樣它價格才會壓低 對 所以才會一公斤 大概就可以降到20萬 這樣的一個運費 一公斤20萬 你可以算算 如果要把你運到 上去 要多少錢 40萬 你說是幾公斤 一公斤20萬 那我有45公斤 那是幾萬 15千萬 沒關係 這個已經不是秘密 也告訴大家 所以你看最近不是很多富豪 去太空旅行嗎 對 他們就是在大概600公里的 那個軌道上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高 就到那裡失去了重力 在空中 享受無重力 然後呢 然後再飛回來 所以那個是富豪的旅行 載人的太空飛行 但是呢 真正有商業價值的是什麼 是運送 低軌道的衛星 對 這個商業價值就很高 那台灣現在有發射 這樣的低軌道的衛星 上去了嗎 目前還在研發當中 但是台灣在兩個部分很強 對 第一個就是地面接收站 對 大概就像你又想我們的 手機機房一樣 對 台灣在ICT產業 我們的半導體的實力 各種的關鍵元件 我們很強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個衛星當中 它有一些部分的零件 比如說保持姿態的陀螺儀 或者是說 接收的天線 對 那像這種衛星上的部分的零件呢 都是台灣的強項 所以台灣現在目前 雖然要組裝成完整的整顆衛星 像我們的福衛 追風者 是 他們都還要運用到國外的技術 但是已經有能力去組裝 一整顆衛星了 現在如果能夠 還有能夠把火 用火箭把衛星運送上去 那有人想像喔 那麼多人要搭飛機 那機場就只有12座13座 對 那這個機場的生意一定很好 一定很好 對 我們真的是要好好去培養這個潛力 要讓它開發出來 是的 就是我們既然剛剛發現 台灣有這麼多的基礎能力 但是更重要 我們還是要跟國外現在更 新的科技要結合 所以我知道委員 在7月的時候 你有到矽谷去訪問對不對 你有去取金 想辦法要讓我們 在屏東這邊的這個太空產業 可以發展得更好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會在矽谷大概做了什麼樣的交流 其實那一次跟你的任務一樣 是因為新來台灣的海外後援會 是 但是我就設定了主題 是有主題的 因為我們其實去 我們都是直接去授旗大會的成立 都是跟台橋互動 但委員特別不一樣 他特別還為了這個科技的發展 做了一些努力 對 像我去Google 對 這個商標很熟悉喔 對 有一個什麼大叔 一個電影 打工大叔嗎 我沒有看這個電影 我不知道 他們就是中年失業 就去應徵了 成為矽谷的Google的員工 他就鬧出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去那個電影的場景去看 就他們有騎那個彩色腳踏車 那這個矽谷的 他是個典型的矽谷企業 那他在員工啦 他們的真的是很年輕 而且他們最大的特色 員工你去參訪 他們很喜歡帶你去看他們餐廳 因為他說 我們今天來這裡公司上班 我們生活的重心就是餐廳 所以每一個建築 最重要的一樓 就是一個大餐廳 而且幾乎是 可以說幾乎是24小時供應 應該 他有交流的作用嗎 交移廳 可能他們的想法是說 工作很辛苦啊 大家只有在用餐的時候 可以喝個咖啡啦 吃個水果啦 優格啦 你可以去想一些事情 所以公司 他們希望營造一種氣氛 就是說 他們在這裡就是很輕鬆 其實你知道科技的人 都很被剝削的 因為時間是 沒有加班的限制 沒有斷掉的 但是他們很鼓勵員工 說準時下班 下班還有個溜滑梯 讓你從三樓就溜了 就去大餐廳 離開了 這是在我看到矽谷的情況 那我還有去西雅圖的 Amazon 去Amazon 對Amazon 它本來它好像感覺是 一個物流的公司 對啊 所以不是嗎 沒有它現在要組一個 太空的火箭運輸隊 所以它看到這個前景 對 它說它要 大概要打造 忘了是 三百還是三千架的火箭 因為它預期在未來 人類要在地球上 佈了很多的 像衛星的這樣的一個 通訊設備 所以它做物流出身的 它想說 那我不只是做地面的物流 要做太空物流 所以去那邊參觀 它送我一個筆記本 所以 出門很少去留紀念品 但是這個不錯 因為很多人說 蛤 你去Amazon 對 然後我問你去幹嘛 我說去買書 開玩笑 OK 所以我要再確認一下 所以台灣現在的火箭基地 是只有中科院在做發展 還是其實有外國的投資 會不會 其實 在三年前 三四年前 有一個飛鼠火箭 它是民間的 希望能夠在台灣建立 它也是在靠近台東資本 跟我們滿洲之間的地方 不過因為是民間公司 剛開始付了很多學費 後來就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因為目前中科院 它是發展軍事用途的 對 那我們覺得呢 其實要能夠做到商業的用途 在這裡 滿洲 對 我們牡丹鄉 旭海應該是在牡丹 剛剛要更正一下 因為滿洲鄉 這邊有一個加熱水 牡丹鄉是旭海 再往北邊 就是台東的大五鄉 對 那所以呢 這個東海岸這邊 是非常適合做未來商用火箭的 發展的基地 但是不是大家不要以為 火箭可以賺錢 對 因為在太空產業這個 可預估的產值當中 對 火箭的發射大概只當了3% 那其他的97%是什麼 有一半的商機是來自於 我們的端末的應用設備 所以當這個衛星通訊網 建設好之後 大賣的是什麼 大賣的是這種 個人式 攜帶式的一個配備 可是沒有這麼多的東西的服務 你沒辦法用 就像你看 你自從有了手機之後 對 你每個月交的手機通訊會比較多 還是用手機上網網購的消費金額比較多 當然是上網網購啊 是啊 買一支 沒有錯 所以大家在講太空產業的商機的時候 不要只局限在設備 或者基地台 或者衛星 或者是發射的火箭 或是那個基地的營運 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火箭的發射基地像機場 對 火箭本身就像是波音或Airbus 是個載體 是個載體 上面載的貨很值錢 對 但是真正熱門的是什麼 是旅行社在賣你旅遊 觀光旅遊的消費 對 所以未來的太空產業 架了這個全球的通訊網之後 我們人的消費型態 或衍生的服務 你看看 我們要去國外參觀旅行 不會只有機票賺錢啊 旅行社也賺錢啊 對 所以這個產業非常的大 真的這學了一課 因為我們沒有想過 第一次沒想過屏東 這樣有太空產業 第三次沒有辦法想像說 原來後面 帶著這個商機這麼大 所以台灣這個未來 這個屏東 真的是潛力無窮 我們需要中嘉賓委員 繼續留在國會 幫大家把這個產業串起來 我要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委員他的這個名字叫做 台灣與亞太國會太空聯盟的會長 是 聽起來真的要上到太空 真的很興奮 真的 好委員 因為你剛剛聊聊聊到Google說 你突然提到電影 因為我知道你超喜歡看電影 而且你有一個在中廣的廣播節目 就是定期每週講電影對不對 每週三下午的5點到6點 在那個塞車的時段 對 大家打開車上的收音機就會聽到 那因為給了一個小時嘛 對 那又一個人 對 因為其他的時段都在講政治 那我想我一個政治人 在講政治大家聽膩了 那我就想說來講一些冷知識 或者講一些歷史 比如說歷史上的今天 比如說我們知道前不久 那個奧本海默 這部電影很夯嗎 我有看 對 那你知道嗎 那個投擲原子彈就在8月上旬嘛 對 然後8月5號啦 先是投在廣島再投到長崎 對 好 那這樣的一個歷史的事實 有時候我就順著日期 在8月的當天 我覺得今天什麼日子 今天是幾十年前 這個日本被投了一顆原子彈 對 那我們就開始聊聊奧本海默 那你談原子彈 你也可以談到原子彈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譬如說最近在談核電 有人說是核分裂啦 核融核啦 那這種聽起來是很無聊的 很硬 很硬的冷姿勢 但是你這樣搭配它就覺得 有歷史 又有電影 那再聽聽看一些科普的一些 一些嘗試 那就覺得還不錯 至少我是這麼覺得 大家有看奧本海默幫我留言好嗎 因為這部片就是最近剛上映 其實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 他的金額 賣座的票房還不錯 還不錯 蠻好的 好像僅次於芭比吧 好像是全球是第二名 對 那個有一個 我看過網路上有一個統計 他在統計說 每個國家這兩部電影 同時上映的時候 誰的票房好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在台灣芭比跟奧本海默哪個票房好 在台灣 在台灣喔 猜不出來 我猜芭比奧本海默 奧本海默真的嗎 對 我兩部都都看了 可是我都有貢獻 我應該是符合這個 因為我芭比還沒看 好 OK 所以 所以委員就會看很多的電影 可是你怎麼會有時間看電影呢 其實 看電影是一種 最我來講的是放鬆 而且 我其實看的一點沒有很多 只是我容易記住 我太太常常說你好奇怪 有時候他有一天 他就在家裡做韻律超 就開個平板 因為他會喜歡用這個平板 收看像一些追劇 像什麼甄嬛傳啊 因為甄嬛傳對白很多嘛 對 口白很多 他就很喜歡聽那個宮廷的 那個鬥爭的對白 然後呢 有一天我就洗完澡出來 他在做韻律超 然後我就看小英的故事 因為他那個是三四十年 三十幾年前的卡通動畫嘛 對 那小英故事用國語配音啊 對 那我知道我剛聽 我說小英的故事啊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連螢幕都沒看耶 就是我大概對於一個電影的情節 或者說如果是看到的話 一個場景 那個畫面 我只要看個十秒鐘 主要是我看過的電影 或者我 我就可以聽得出來 或者我看得出來 能夠分辨是哪一部電影 可能我對這個電影的結構 有比較深刻的印象吧 我以為你這樣很適合當影評人耶 不能不能當影評人 應該是說 或者說你可以去解構那個電影 因為像我看完之後 我就看完之後我就忘記了 因為你要把那個可能是台詞 然後或者把劇情的那個軸線把它拉出來 就說電影會剪接著跳來跳去嘛 所以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不過這種 這種 不要說常數啦 就這種能力其實對於影評人講 大概不是那麼的關鍵 就像說 有人說過目不忘 有人看了一遍 大概出過旅遊 就把一個景照相這樣照起來 對 我到了沒有那樣的特異功能 但是比較接近那種 所以你問我說電影的敘事結構啦 剪輯的手法啦 敬衛的角度啦 那個是電影專業 那個我不懂 我大概就是記得說 這部電影蠻好看的 情節是什麼 有什麼人物 大概是這樣 那出現場景 或聽到他的對白的時候 我說啊這是哪部電影 所以我們算是皮毛啦 只是說比較會記住而已 OK 那委員你最愛哪一種類型的電影 我喜歡 我最近常看的都是那種 真人真事改編的 就是比較具有歷史性的 譬如說最近有在提到 美國大聯盟 那有一個黑人 非洲裔跟白人的 一個那種 講他們的互相的 競爭的那種傳記電影 那種電影呢 我就蠻喜歡看的 尤其是 運動電影蠻很勵志啊 看完了就覺得 哇就是這樣子 我人生有希望 好 所以我也很喜歡看那種 傳記類的電影 那其他的呢 就是恐怖片什麼 會看嗎 恐怖片喔 恐怖片我通常 愛情片 那會跟太太看什麼電影 她後來都被我影響 跟我看那個傳記類的 像什麼關鍵少數啦 人類進入太空的時候呢 非洲裔的女性 美國女性 在他們太空機 要扮演什麼角色 因為她對於性別啦 這種權利 她很有興趣 所以 因為她以前從事社會運動工作嘛 所以她也會跟著我看這些 當然她當然還是希望說 有機會看看那種愛情電影 最近看了一個 還蠻有趣的 是Tom Hanks演出的 好像是在 網飛吧 忘記了 蠻有趣的小品 有機會再分享 好 沒問題 維娜你這麼愛看歷史電影 是不是因為你是歷史系出生的 對 你是台大歷史系畢業 我當年進台大就是 考進去是歷史系 對 出來是運動系 什麼意思 變運動系 台大沒有運動系啊 學生運動體育組 學生運動體育組 那要說你去台大念什麼 我說我是台大的運動學院 體育系 總務組 所以你是負責在後面 會有很多的 後勤部隊的概念 就你不是窮州 你是後勤組 專門分析很多事情 然後整理很多要上街頭的物資 是這一種嗎 在警方的眼中 那時候我們如果是非法集會 在總聖廟的話 你是提供窮州犯罪工具的那些人 喔 你是提供犯罪工具的話 運載這個 運載布條啦 什麼擴音器啦 這種喇叭 那個大神功 我在台大的時候 那時候呢 哪一個是你委員 應該看得出來 這是林佳龍 林佳龍 對這看得出來 對 那這個就是我 這是你 看起來很像我的兒子 他現在看 很帥耶 張俊雄 我覺得長得跟小俊雄不太一樣 油青 年紀大了嘛 不是都很帥 不同的帥 但是長得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那時候我在校園 裡面常騎三輪車 喔 因為在台大校園 還算滿大 對 所以很多落葉啦 校工要去清掃 要搬運 那時候我大概是 少數會去跟他們借三輪車 來搬運我們道具的 是 喔 委員就我聽說 你在這個社運的場合 這個當時的學運 你練出了一生的好功夫 因為是這個後勤組的對不對 對 譬如說像這個布條 這個不是我的手筆 這是一個學姐 廖美學姐的手筆 她是真正會書法的人 對 所以她寫的字呢 就是有那種書法的 衛碑的那種味道 對 那我是跟著後面 跟著有樣學樣 那我只會用 油漆刷子 鋪在地上 練著報紙 把人家那種類似告別式用的 白布條 黃布條 拿來寫字 老實說這個時候的字呢 都不是我寫的 因為這是我的師傅寫的 師傅寫的 應該就是學姐 她寫的都很漂亮 她是用毛筆寫的 那但是呢 到後來我們去跟勞工運動 一些 沒有那麼時間呢 對 精雕細琢 就是拿起來 就開始寫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而且我們的作品呢 都會被警方收藏 全部都帶走 就再收藏起來 用完了她就幫你收藏了 好 因為當年沒有大型的影印機 所以你要做這個大字報 你一定要自己親手寫 所以委員很厲害 她會用這個油漆 是不是 用刷子 寫毛筆字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 現場請 示範一下 來 可以把刷子給拿上來 這個太優秀了 我們都是電報紙 電報紙嗎 我們這個是文房四寶 我還特別幫你準備的這個墊背 我知道 這個基本上喔 是屬於書法家用的 我們不是書法家 我們是街頭狂草 街頭狂草 街頭狂草呢 用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 那委員那你還原當時 好 還原當時 沒關係 沒關係 它不在底下 那我一般來講的 就是這樣墊著 墊著 然後呢 一般我們會把布呢 鋪上去 那因為現在沒有布嘛 對不對 對 我們只有準備宣紙 這個宣紙還有你看這個竹捲簾 這個都是非常細緻的東西 像這種毛皮要是給我們用個兩次 就泡湯 就壞了 那一般來講 我們不會用這麼精緻的墨汁 我們買的都是那種像 商業用的 整桶的 整桶的 那個就是整桶的 是因為常常會寫錯字 叫重寫嗎 不是 因為你用油區刷子 寫布條很大 像你看 這樣一個大概 六尺 六尺八尺的話 六尺 六尺八尺 那我們一般布條都是十尺 然後寬的話大概是兩尺半 對 然後你用油區刷子寫一個字 就是一個報紙這麼大 那因為油區刷子呢 它的剛性比較強 對 但是呢 我們為什麼不用這個墨汁呢 因為一般來講 我買了的布條 是很便宜的那種初步 對 它都用那個漿過 所以它上面有一些 像醬糊 對 所以它不沾墨汁 所以我們要拿一個洗衣服的水瓢 對 然後把墨汁倒進去 對 還放進去洗衣粉 還要起泡就對了 沒有要起泡啦 拿來 然後呢這個墨汁呢 比較濃稠 而且呢 寫上去的時候啊 它這個布呢 它就能夠被它透過去 不然你要是用一般的墨汁 寫在那種布條上 對 它要不就散開 要不就根本吸不下去 那我先做一個試試看 這個是牙刷 對 委員很厲害 它是用牙刷寫毛筆字喔 還不是用毛筆喔 不是用這個 來 寫你的名字好不好 寫我名字 你寫信賴台灣啦 寫信賴台灣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信賴台灣 那這個筆比較小 我寫小一點好了 因為我們是 我們寫的是比較粗獷的嘛 真的好有模有樣 寫信賴 信賴 因為這個不是布 布的話呢 它有一些滲透的方式 所以寫下來的筆畫 就會比較像書法的字 那我們這個只能這樣子 哇 委員你現在還有在繼續寫毛筆字嗎 嗯 比較少了啦 比較少 因為在立法院好像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可是應該還是會有那個 就是政治工坊要抗議的時候 有啊 當然沒有一起寫一張 可能當下很生氣的時候沒有寫 現在在立法院大家比較 可能不是用布條吧 直接上鏡頭就這樣就好了 好 好 這個稍微 信賴 信賴 哇 真的很好看耶 這個 有這個大師的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而且可以用 就是牙刷寫成這樣 還有那個勾勒的那個轉折痕跡 其實就是 就是其實 長寫就會是不是 我最長寫的時候 是除了街頭運動的時候 就是在Dunking的時候 好 因為呢 你也知道像我們這種 人家說 以前中華民國的兵役分兩種 對 一種叫自願役 對 一種叫做不願役 對 義務役啦 義務役 好 我們反正就是去當兵了嘛 對 那我那時候大學 我沒有去考預官 對 所以呢就是當大頭兵 對 但是呢因為在一般兵當中啊 念過大學的算 那時候算少數 對 所以呢通常都會有機會文書公猜 是 那很多文書公他搶著藥啊 對 那我這個公猜呢 我聽說那種 就是遇到要寫那個 因為我們在出野戰的時候呢 要有一個叫案 對 就是像大字報 那大字報都用毛筆寫 那時候 那副道長 沒有人會寫啊 副道長說 這個要再寫信啊啦 誰來 我就試著去舉手吧 所以我在部隊寫了很多 所以你是御用的 不是御用的 這個背後的這個恐怖分子 不是 背後所有的這個文宣的製作 都要由他來一手創作 所以我也很厲害 他會用牙刷來寫毛筆字 這個功夫已經過了30年 還是一樣很厲害 我們要請你要寫一下這個 幫我們的節目來留下一個末寶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政治讀心術 好 我們要把它收藏起來 表框 表框啊 對 我的作品狀況被警察收藏 那這次由我們來收藏 街頭的黃草就被沒收了 對 節目製作單位要來收藏 好 那我跟妳比賽一下 要比賽啊 不敢啦 來 妳用文雅的 符合妳的氣質 我用這個牙刷 其實牙刷很好用 還可以刷皮鞋 真的嗎 真的 牙刷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好 來 小時候沒有 乖乖練毛筆字 我小時候媽媽有叫我要學毛筆字 還幫我報名了書法班 但我第一次不從 然後 妳小時候有去學過書法 我是沒有 沒有 我一堂都沒有學 沒有去就是拒絕 拒絕 直接拒絕 直接拒絕 對 就像狗狗要幫牠洗澡 就跑給錢 對 牠要跑 牠就逃跑 對 逃跑了 好 那個 我是小時候學 被送去學美術 但是我基本上就在那邊玩耍 然後我們是小學三年級 那時候有這個書法課 然後回家都要寫 教書法作業 然後因為不會寫嘛 所以就用描的 然後描一描還有拿到假 那不錯啦 表示老師有眼光 其實我們那時候 最討厭的就是 國中寫週記 週記還規定要毛筆 所以後來很多同學 都去買用自來水毛筆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 就是寫週記 為什麼那時候寫週記 還用毛筆寫 我都搞不懂 對 為什麼 不曉得 發揚國翠吧 不過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有自來水毛筆這回事 就比較方便 好 妳那麼快啦 對 因為我自己寫得比較小 喔 哇 所以牙刷它要特別挑過嗎 比如說那個毛應該要哪一種 其實基本上就是 不用 哇 不夠 水不夠 因為牙刷的問題 它跟毛筆都要不要 它不吸水 對 所以 又比油漆刷子更不好寫 好 好 好了 好了 等等拿個 因為墨汁太多 要把它沾一下 把它吸一吸 留下來 往下流 好 可以了 好 我們要展示了嗎 要展示 1 2 1 登登登登 完全不然比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嗎 誰寫的比較好 哇 留下來了 留下來了 還沒留言 墨汁就留下來了 因為這是報紙 牙刷 這個 不均勻 好 可以了喔 好的 哇 真的這個30年的功夫 依然存在 厲害厲害厲害 這個 我們的 街頭狂草 好 今天難得 來讀新書這裡秀一個 但我想大家可能更好奇的是 就我知道 委員因為之前參加過這個 學運嘛 等於說在過去這個威權時代 就有這些反抗的這個運動 那所以其實你好像也是在 類似 黑名單當中嗎 應該說你曾經被監控過 這是一段歷史 就是當時就是 誰播都不知道匪諜就在身邊嘛 那總是會有人會去看你到底 在做什麼事情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段故事 你怎麼會知道有人在監控你 其實 像這種政治上被監控的事情 其實不難被發現 我先說 剛剛講到我當兵的時候 對 我當兵的時候 我不是那種應屆畢業去當兵 我是念了 不是研究所的研一研二 就是大學沒有畢業 那就延長 但是又覺得心情要調整 所以呢 在延避的過程當中 我就去服役 那像我這樣的人呢 就很少數 所以呢我剛到部隊的時候 其實 部隊的這個輔導系統 震戰系統 不知道我的來歷 這個傢伙是台大沒有念畢業 就來當兵 那我一剛開始呢 我去就正常的下了部隊 就排衛少勤務啊 突然有一天呢 那輔導人來 你就不用排衛少了 你就是排便衣少 就不用帶槍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擔心 這些在校園裡面 搞過學運的 拿了槍 不知道會幹什麼壞事 哦 他先 先入為主了 先去看你到底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剛到部隊的時候 我的黑資料還沒到 我的黑資料還沒到 太慢了 那他就把我當成一般的 那就正常啊 出抄啊 幹嘛的啊 甚至我剛說我去出公差嘛 對不對 輔導長啊 輔導師的公差我還去出啊 所以他們後來會覺得很捏一把冷汗的 因為呢 因為我那時候是有大學的這個 算是學歷啦 準學歷啦 所以呢 政戰是要出公差 要抄寫每個阿兵哥的保房資料 還叫我去抄耶 哦 等於他會發現你秘密都被你看光了 對 他有被上級懲處嗎 那時候 他們還不曉得我以前在大學搞過學歷 我在台南大學的這個 教官那邊的資料還沒送到部隊 對 所以呢 我到剛下的部隊的時候還派我出公差 還幫他們抄抄寫寫 看個每個戰士啊 每個阿兵哥啊 什麼資料啊 幫他整理 那後來呢 等到我的資料到了 糟糕 怎麼讓這家伙去做這個事呢 趕快去 連排衛兵都不讓我拿槍 哇 那這樣會不會比較輕鬆啊 不見得 不會 不過後來呢 因為我還是認真的表現 我們那個聯隊啊 後來當選了那個菊光聯隊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後來還去接受士官訓 嗯 那接受士官訓 最有趣的一次就是我當了士官之後 對 然後呢有一次選舉投票 全部的人都放假回去投票 對 就留下那種留守的能力 我在那邊站衛兵 對 然後來一個查哨的浴官 哨位 是 欸學長好 他也是以前在台大法律去搞學運的 通通被留下來 不能回去投票 那他們真的算得很精準 很清楚 完全不會漏掉 所以這些監控資料你知道嗎 他就是會跟著你跟著你 跟著一輩子 那你想想看在以前 三四十年前的黨國時期 你要出去工作 對不對 那時候呢開個司機當 開小房到兩名證 對 什麼事情到做保 所以你拿不到兩名證嗎 那時候在這個 我沒那麼老 我第一次說 你可以想像 這樣的一個控制 對於早一輩的人來講 現在大概七十歲以上的人來講 他會覺得很恐懼啊 我如果留下什麼黑資料 就跟我一輩子啊 我要去找工作啊 我甚至要開個計程車 可能都會被警方 被拒絕啊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控制呢 會讓你就在一個 所謂的白色恐怖當中 對 你在心中會有一個小警種 你什麼事情都會自己約束不要做 兢兢兢兢的 那當然我們到那個時代 已經靠解嚴前後了 我們就比較不在意 那像我父親就不一樣啊 他因為他是公家投入的嘛 對 所以他知道這種東西 他說國民黨的細胞無所不在 他會勸你不要參與社會運動 他也管不了我 對啊 因為他在南部嘛 他在屏東 對 他在屏東上班 然後你遠在台北 然後那個新聞可能也沒那麼發達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 YouTube打開 就知道你去上 我後來才發現我父親都有簡報 真的幫你留下這些珍貴的紀念嗎 他會發現珍貴的 他是擔心的 等一下 所以剛剛那個照片是你爸的簡報留下來嗎 剛剛有一張那個照片 就是有大字報的那個 有一個報紙的那個可能就是了 我以為那也參與了哪一些運動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那時候太多社會運動了 其實我們在台大那之前 有一個大新社 他們就有去陸港反渡幫 那時候我是沒有參加 但是後來呢 從陸港反渡幫之後 包括環保的議題啦 還有什麼官場歇業的女工啦 這種勞工運動啦 我們都去聲援 那久了你就是常常看到你嘛 那就會知道 那當然最嚴重的就是 在校園裡面去爭取什麼 要普選啊 要學生的大學自治啊 這些 還有去立法院請願 那時候大學生去立法院請願 是很罕見的 那我又是拿著麥克風帶頭的那個人 那當然就會被特別的注目 點名做記號 對 所以就會被留下這樣的紀錄 那但是他們也很 我覺得很厲害 這些情治系統呢 他們雖然你是這樣的人物 他們還是不放棄喔 他想 這個大概其他國家都一樣 我也看過一部電影 芝加哥七人組 就是說他會從運動團體當中 找一些 可能外界以為是領導人 他們接觸他要吸收 我也被接觸過啊 他一直就說 你要不要來兼差啊 就要去策反你 讓你變成是裡面的 幫他設計情況 對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會變成什麼呢 你在這個團體裡面 參與那麼深 那一旦如果又被他 像魔鬼交易 你去願意呢 接受他的資助 提供情報 那你這 恐怕這一輩子 你就開始面對你的同志 對 那你怎麼去自處 那就會有這樣的煎熬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 在過程當中 有些人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想得很清楚 他可能被吸收 開始拿 那這個東西一旦你拿了 那你就會變成 他也可以揭發你啊 對不對 他就說你有把柄在他手上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的社會控制 在威權時代 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對人性也是一種 非常殘忍的事情 就互不信任啊 因為你不知道 你旁邊這個人 會不會哪一天會背叛你 還好現在已經不會 有這個狀況 真的 你們那時候努力 讓台灣民主化之後 民主自由 不見得不會倒退 要看我們能夠堅持喔 不然的話 對面的那個習大大 萬一怎麼樣 其實你看台灣已經很多島內 很多人被 已經被這樣子 他們以為民主自由 這邊這個什麼 做什麼什麼是工作 做什麼什麼是生活 這回事 以後你的工作跟生活 如果你不好好的把握 這個民主的價值 恐怕就沒有什麼 這個罵什麼是工作 然後享受什麼是生活 沒錯 絕對不是政治歸政治 生活歸生活 政治永遠影響生活 生活也影響政治 所以投票很重要 所以今年的明年 明年1月13號 我們當然很希望 我們賴清德可以當選 那國會也要過半 明天黨也要來過半 那所以委員的這一席 就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屏東這次的選舉也是 哇看起來也是非常的複雜 詭譎多端 對所以想要跟委員來聊一聊 因為你現在要連任是第三屆 我相信您在這邊應該相對 基礎是比較穩定 然後我也知道你現在已經開始在跑 很多的地方的這個選舉活動 您一直在做這個小型的座談 而且你請了好多的年輕的議員們 下去幫你助講 想要來串聯這個年輕的力量 可以耗到更多返鄉的這個力量去投票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大概這次選舉 你在平北的這個狀況 然後也聊聊我們在平南 我們知道平南這個立委候選人 一直有這個難產的狀況 最近已經有一位新的這一位 叫做許富奎 許富奎 以前的縣府的團隊 明政處處長 但是我先講我這一區 好 因為這一區呢 這個是有選必選的 對 講樂會 他就是從代表 議員 然後縣長 他什麼都選過 以前我們也有一個 有一個老前輩呢 也跟他很像 那這位呢 是前議長的兒子 是現任屏東市的選出來的縣議員 那目前大概台面上有我們三位 那其實呢 我因為從2016年 從2015的初選開始 我的選舉一個最好的方式就是咖啡 對 因為你是咖啡 因為我的名字 台語 唸咖啡 唸快點 是沖咖啡 所以很多人說 要請我喝咖啡 我當然不會說 我這個人是不喝咖啡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會這樣講 我說 不好意思 我是小 我是沖咖啡 我不是喝咖啡 我不是喝咖啡 這樣就拉近彼此去 對 所以我在鄉下 因為在我們南部 其實咖啡這個飲品還是比較時尚 對 那一般老人家是喝茶 對 所以呢 你請他喝咖啡 他覺得很特別 對 那但是你要注意到這個 一般來講呢 還有老人家的口味比較偏甜 說 咖啡呢 你咖啡呢 這麼喝喝 我說不好意思 三合一的 所以他們反而喜歡喝三合一的 不要喝現蔥的 其實我是覺得 長輩們都很貼心 對 他覺得你有誠意 有誠意啊 什麼都好喝 那當然就是要熱熱的喝 不過我們屏東太陽那麼大 那有一次呢 我還加冰塊 攪一攪 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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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 但是呢 你說這樣的經營 這幾年下來呢 我的知名度 當然還有我的選服務 因為其實平時就是選戰時 我們平常的經營跟選舉 其實是 只是頻率的密度會更高一點 不然平常都要做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我會很希望說 找我們六都 更非六都的年輕的 新生代議員過去 其實我是覺得呢 我在南部看到的長輩啊 他們當然都是挺賴心得 可是他們擔心啊 這敢有夠 聽說年輕人 都沒有賴心得不贏 那我是想說 那長輩你跟他講這個 他還不放心 我說沒關係 我請尾山來 你看尾山這麼時尚 在台北 對不對 這樣的年輕人 他也支持賴心得啊 你放心 他會去告訴他的朋友 要支持賴心得 那他們說 那這樣我得很方便嗎 對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請年輕人來告訴他們說 你怎麼樣說服年輕人 要跟著你支持賴心得 我們一般覺得說 這個現在年輕人有主見啊 對不對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媽 誰聽他的話 沒錯 我說沒有關係 你就跟他講兩個 對 一個是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18歲就可以有 房租的補貼 是 現在大學生念書 租學校的宿舍也有補貼 對 好 再來呢 你如果已經畢業在工作了 你當時用就學貸款 今年的就學貸款 政府幫你還耶 對 真的很好耶 是啊 我們當年都沒有 那這個話誰說最有效 我跟你講 一般的年輕人說 這個沒什麼啦 這個... 如果回家說 爸爸媽媽媽阿公念他 你怎麼知道 你當初的時候 你去貸款 現在誰要拿你去 進戶呢 不是啊 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 你要好好的知道啊 這個誰在幫忙的啊 你管我們負擔這麼重 對不對 還好這個政府有幫忙 你要怎樣怎樣 有時候就是這樣 老人家這樣念幾句 其實很實際嘛 因為你看 這個長輩的辛苦啊 孩子們都看得出來 對 減低他們的負擔 爸爸媽媽媽覺得說 要供養你念大學啊 你外面打工 你其實淋的薪水 也不見得拿回家 對不對 甚至你說你外面租房子 但是收入不夠 家裡還會幫忙接計 那這個時候呢 長輩用這種的溫情的方式 跟年輕人溝通 其實我是覺得 長輩們說 喔 這樣喔 這樣我會跟他說 不然不知道說 我們這個很辛苦 對啊 那這樣的話 同儕之間 年輕人互相去 會去渲染 去感染 那長輩們呢 尊尊教誨 所以呢 他們就 嗯 這樣賺成年輕人有機會 對 我們幫他創造機會 對不對 好 所以真的就是 真的啦 我覺得這個基層真的要顧 有時候面對面的溝通 其實這個效果真的是很好 那中嘉賓委員真的很厲害 他就是真的是每一個選區 他都會去辦不同的地方的座談 面對面把這個心聲說給你 不要讓你只是單純接觸網路的資訊 其實人與人之間見面三分情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可以掌握更多的這個支持度 沒錯 OK好 那所以屏東很大嘛 屏南 屏北 互相會有影響的 那屏南這一席 最近才剛確定這個候選人 許富奎 是這個屏東縣政府 過去的民政處長 對 那等於說這一次突然被徵召上陣 就是要來打這一仗 那他有贏的機會嗎 你們要怎麼一起來聯動 來共同守護我們的屏東 是的 其實這次的選舉 因為基本上 屏東的政治版圖是 其實綠大於藍 對 那所以呢如果是以立委 又是單一席次選區 其實機會是有 那重點在於說對手 選舉一半是看基礎 基本的架構版圖 政治版圖 一半是看對手 對 所以我是覺得富奎 他目前呢 要強調他跟對手的差異化 是 因為他個人過去長期當幕僚 要當民政處長 民政處長 就是跟很多的鄉長 鄉鎮公所 都很熟 什麼廟宇啊 地方事務啊 你想要的民俗東西 都跟民政處有關係 他跟我們息息相關 甚至什麼殯葬業務 其實也是 沒有錯你很清楚啊 你從出生到死亡 全部都是民政局 幫你打點 不愧是新美市的議員 優秀的議員 所以其實他做很多 只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要怎麼選團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是分兩部分 一般的普羅大眾的選民 不就有他的知名度 因為他們選過嘛 但是呢 這些地方的頭人 不管是廟室的啦 地方的鄉鎮公所的人 因為業務上都會接觸嘛 而且他這個人很好相處 非常的nice 所以呢 其實人員不錯 所以現在就是說 把他這個好人員 透過這些地方的 這些意見領袖啦 或者這些頭人啊 那擴散出去給一般的選 我是覺得很重要 嗯 OK 委員那你下一屆 應該說你現在在競選嘛 對 那你對於未來你的下一個四年 你有沒有什麼願景期許 或是政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呢 我因為出生是屏東 對 那過去雖然也有一段時間 在台北 不管是讀書啦 工作啦 或是任職中央部會 所以我是覺得呢 台灣要好 一定要南北均衡發展才會好 是 但是南部要發展呢 常常有一些限制 是 譬如說人口的流失啦 譬如說 自由財源的不足啦 對 那可能呢 在台灣就這麼大嘛 那要怎麼樣找出 地方的差異跟優勢 是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找到了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未來 在我立委的任期當中 如果能夠透過在中央的問政 把這些有高度的政策 提到一個國政的視野 那對屏東就是好 那屏東好 台灣就好 舉例來講 剛剛講的太空產業 對 一般人不會想到說 你平衡一個農業縣 墾丁觀光地區 你搞一個火箭運送地軌道 商用衛星 到底有什麼產業價值 但是呢 我們找到自己的獨特的地緣優勢 對 我們最靠赤道 東邊又面海 對 那我們這個發射火箭呢 又不需要很大的地 可是它帶動的周邊 產業的產值很高 這個就可以考慮 而且呢 它可以創造很多 新時代的就業機會 不是傳統的農業跟觀光 第二個 氫能 因為這個世代啊 接下來是能源的世代 對 那台灣跟日本韓國一樣 都是能源的輸入國 我們要進口很多的油 沒錯 那為了 就會被國際的價格波動 對 那油呢 原油這個東西慢慢的要被淘汰成 被能源市場淘汰 那什麼樣的能源呢 現在是綠能 我想講綠能好像很夯啊 風電啊 光電啊 地熱啊 陽流啊都有 那台灣目前比較成熟的是 光電跟風電 剛好這個呢 屏東有這樣的豐富的資源 對 那如果我們呢 可以用屏東這樣的光電 這個綠電 再生能源的這個優勢 我們不是核電 核電不是再生能源 我們用這樣的能源的優勢 我們進入到自氫 把氫能的這個製造的能力 跟技術和相關的設備 這個產業鏈把它發展起來 對 因為你有綠電你就可以發展綠氫 未來啊 人家說得氫者得天下 最近很夯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台灣哪來的氫啊 對啊 哪裡來呢 你用天然氣的藍氫啊 或者是灰氫啊 這個未來都 在國際技術上都是會具於劣勢 所以我很積極的去看 像我去加拿大 他們有天然氣有水利 對 那如果說他們能夠 把這個綠電轉換成氫能 類似像LNG一樣 用天然氣的船 運到需要能源的國家 那這些技術 如果台灣 如果平東我們可以讓這個產業 率先來發展這樣的技術 那我們 雖然是使用濾氫 但是呢 就像全世界都在用車 可是日本人 韓國人他賣車 他就賣得很好 那雖然現在電動車市場 中國最大 可是未來的氫能車 日本跟韓國已經積極在佈局 喔 可是台灣現在還沒有 對 那台灣要怎麼樣找到這個氫能產業 當中自己的位置 那我覺得平東因為剛好有光電 對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綠電的這個優勢呢 來切入氫能產業 那這樣的一個比較屬於 未來型趨勢的產業 就是在我們平東要急起直追 應該要把握的機會 是 哇 委員真的是功課做很多 而且對於平東未來的破壞也很有想法 所以未來四年 我們還是要繼續把它留在立法院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要祝福委員 要高票連任 那你要來幫忙喔 好 我們9月16號先見一次面 對 星期六 好的 沒問題 我還是請你吃星圓火鍋 好 星圓火鍋 我們到時候再來自己來直播 我們放我們的臉書 告訴大家到底這個火鍋店有多好吃 是的 OK 好 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觀眾 我們所有的網友 好 記得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禮拜二繼續見面囉 謝謝中文明委員 拜拜 毛巨礙 有興趣 為此 家人 希望 fabrication 我們 können 現在 bo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